如果留言夠多 說不定可以合體 我小時候的偶像 NNG合體耶 哇 居尾哥 什麼時候K1要合體一下 為什麼覺得想要K1合體 看我一個人不夠嗎 NNG合體我覺得這次非常好 很想看NNG長大了 但我們也會希望K1可以合體一下 你真的有希望嗎 沒有 大家都會希望 我看大家留言 如果留言夠多 說不定可以合體 好 這是哥說的嗎 大家在這裡 外操得動嗎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想要K1合體 但是我會覺得十幾點還沒辦法 我覺得很多事情要成功 要TESTV的原因 所以你不排斥是誰 為什麼排斥 我覺得很好啊 我本來就是K1團體出身 好啦 我們期待一下 我們另外一個小時候的偶像團體 如果我這個K1合體那天 數位都可以贊助 風燦傳媒 FTNN新聞網的朋友 大家好 時間過得真快 風燦傳媒已經滿一週歲了 忠心祝福 生日快樂 健康吃百里 也期許風燦傳媒不斷突破創新 善用新媒體 新力量 和國人同胞一起迎向美好的未來 最後祝福工作同仁 萬事如意 何家安康 2023年4月 風燦傳媒誕生了 一路走來我們無謂辛苦展現專業 讓FTNN新聞網達成千萬瀏覽的成績 我們無謂付出展現創意 讓網路節目達成千萬人次觀看的目標 謝謝你們一路支持與陪伴 風燦傳媒 感謝由你 請包龍 請包裝 請包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